大家好,我和钱磊是来自自业跳动与原生开发工程师 然后这次的话将由我和钱磊来和大家 然后分享一下我们在AI推理性能加速方面的一些进展 在讲AI性能推理加速之前 然后咱们先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AI然后与原生然后结合的 然后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咱们去看通过原生技术 是怎么如何去支持AI领域的一个发展 然后这张图是简单回顾了一下 原生领域的一个发展历程 然后咱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去看 然后第一个的话是早期发展阶段 就是从2000年到2010年期间 这里面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 就Juice然后这个工具是交到FreeBSD 然后这个工具 然后它是提供了一个操作系统级别的 然后一个虚拟化技术 有点类似于可以类比成当前 Lintz上面的Namespace和Cgroup 然后这样一门技术 然后在这个期间 Google开发出了Bogger系统 后来的Connectes系统是 很大程度上借鉴了Bogger系统的 然后一个设计 然后并在这个基础之上 然后做了很多的一个改善 然后同时在这个过程 在这个阶段 然后DevOps 然后这个观念 然后被提出 然后是加速了 就是开发和交付 然后这样一个效率 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 Docker Kipa S Couponetes 然后这两个工具 然后开源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CNCF基金会 然后就成立 这样从工具 然后以及基金会层面上 和组织层面上 然后奠定了后续 云元生发展的一个基石 然后在2016年到2020年期间 有大量的云元生项目 然后开发出来 然后加入到CNCF 然后基金会 从2002 然后同时是在这个期间 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 然后将采用云元生技术 然后作为战略 作为战略选行的 然后一个重要因素 然后从2021年期间 从2021年 然后至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云元生项目 从CNCF毕业 然后也就标志着 云元生技术的一个成熟度 然后进一步提升 同时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到 像边缘计算 然后AI 然后以及像数据处理 然后也越来越多的是 采用云元生技术 这个是简单回顾一下 云元生 然后发展一个历程 然后再简单回顾一下 AI的 然后一个发展 来通过这个 然后咱们去看 为什么云元生和AI 然后关联起来了 在2017年的8月份 Transformer 然后这论文 然后发表 极大的促进 后续 然后大模型的 然后一个发展 使得模型 然后在大规模数据集上的训练 训练的 然后一个效率 然后提升了 做了一个很大的 然后一个提升 然后也就促进了 后续的 模型参数的 然后进一步提升 提升 进而就导致 模型的一个有效性 然后也提升了 就是特别显著 在2022年11月 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OpenAI 然后发布了 接着GPT 然后这样一个产品 使得AI 然后越来越多的 融入到日常的工作 和就生活中 然后大家 然后对AI的一个 关注度和使用 然后也越来越多 在2023年的2月份 Meta AI 开源了Lama模型 使得就开源界 即使说是没有 很多资源 然后也能够基于 开源的大模型 来做各种的 像研究 然后以及应用 然后这两个 标志性的事件 然后标志着AI的 然后一个大规模普及 然后以及 在研究领域的 然后一个迅速的 然后一个推进 从今年开始 从后面的话 然后咱们可以看到 2024年 就是在模型领域 不论是在 开源场景 Lama 然后以及 Citable Diffusion 然后它的 开源模型的 一个迅速发展 然后以及在 并远领域 OpenEye 然后对于 业界的 然后一个引领 包括文声图 文声视频 然后文声音频 然后等等 然后这场景的 一个发展 是可以发现 AI领域的发展 然后速度会越来越快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 云厂商 就是AI厂商 然后对于 迭代速度 要求越来越快 也就意味着 会对底层的 infra设施 然后要求 也会越来越多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 CNCF 在2024年3月份 然后推出了 Cloud Native API Cloud Native AI 然后白皮书 系统阻输了 AI领域面临的 关键挑战 然后同时是 结合AI领域的 就是技术战 来去提出了 一套系统的方案 来去解决 AI领域 面临AI领域的 然后这些挑战 下面这张图 然后是 对 约厌商白皮书的 然后一个进一步理解 从本正来说 Cloud Native AI 然后是从两个方面 来去解决 AI领域面临的问题 一个是 从底层的infra角度 然后从资源管理角度 然后另外是 从上层的 应用管理角度 那么在底层管理的话 就是 AI领域 然后对 高性能的计算 网络存储资源 有越来越多 一个诉求 同时 对高性价比的资源 然后也诉求 然后也越来越强烈 在网上 在平台层面上 然后它起到的是 一个成长起向 成上起下的 然后一个作用 向上 然后围绕 AI应用的一个开发 来提供相应的调度 然后数据访问 然后权限 等相关的一个管理能力 向下 然后对计算网络存储资源 然后做相关的一个管理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就可以看到 面向AI领域的 就是诉求 那么在调度层面上 越来越多产生 像杠调度 NumaWare 然后等等 然后这样一些调度能力 然后在数据访问层面上 然后通过像镜像缓存 镜像预热 然后等等 然后接技术 然后提升模型的一个 冷启动性能 同时通过统一数据访问 数据缓存加速 来去加速 然后模型和数据的 然后一个访问性能 然后在权限管理的话 然后是融合了像 Quota IBC 来去管理相关的权限和配额 而在应用层面上 整体 然后是围绕 AI场景的训练和推理 来做相关的 来做相关的 就是一些服务 那么这里面都会有一些 不论是训练 还推理 都会有一些通用的需求 就比如说 异常定位 然后自动化 然后以及成本管理 那么在异常定位方面的话 会就是云烟生 然后提出了 然后需要通过 像基础观测 性能分析 公众检测自愈 等等来去提升 异常定位的一个效率 那么在自动化层面上 通过Workflow 来去提升自动化的一个性能 然后大家都知道 AI 然后它的一个 不论是训练 还推理成本相对比较高 那么就需要考虑 如何通过技术 来通过云烟生技术 来去降低到一个成本 那么这里面的话 就会包含像资源弹性 然后Workflow的弹性 就比如说HPA 智能HPA 然后等等这些技术 通过弹性的能力 来去降低整体的一个成本 然后也包含利用Solice技术 GPU虚拟化技术 然后以及像CPU GPU用分离 然后这样一个技术 来去整体去降低 AI的训练和推理一个成本 那么在网上 在应用开发层面上 围绕训练和推理 他们这些 就生命周期 然后提出了 然后相关的一些 就是能力 就比如说 围绕训练 然后会有一些参数的自动优化 像Automail 然后这种工具 然后在训练层面上 然后在推理层面上 然后会有一些像加速库 然后三运框架 然后等等 然后同时运营生AI 就是运营生AI 然后白皮书的话 又针对不同角色 就比如说SIE 平台工程师 然后应用开发 AI应用开发工程师 就针对不同的角色 是提出了 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关注的 然后核心重点 这张图的话 是针对刚才的 一个功能 功能加功能图 来做了一个细分 然后是针对 每一个功能模块 然后详细列举了 可以参考的一些开源工具 然后这个的话 就不再过多赘述了 好 那快速回顾 快速回顾了AI和原生的 然后一个发展历程 然后以及二者的 然后一个结合点之后 那么咱们接下来将重心 然后投入到AI推理 然后相关的一个性能优化方面 因为AI技术 如果要产生到一个价值 那么它的一个推理性能 会极大影响 用户的 然后一个采用 那么接下来 然后咱们会分别 从模型架构 然后以及 工程实践角度来去看 怎么去 怎么就是 去分析 AI推理过程的 就是面临的问题 然后以及 通过哪些技术 来去解决 然后这些问题 咱们先从模型架构 角度来去看 然后这张图的话 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 然后左侧是 经典的 Transformer架构 然后右侧是 是经典的 Stable Diffusion 然后架构 像在左侧 大圆 就是Transformer架构的话 然后大家都知道 Transformer架构 然后通 就是通过 它是可以对整个序列 然后做 并行处理 这样使得 然后在大规模数级上面 然后做训练 然后变得更加有效 然后它的Subtension机制 然后能够捕获 长序列 能长序列的 然后依赖关系 然后使得 使得模型 然后再处理 就是一些复杂用的时候 然后表现更出色 虽然转达方面 有这样一个优点 但是 然后它的一些因素 会影响到 它的一个推理性能 主要是体验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计算复杂度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内存转用 然后第三个的话 是并行处理 在计算复杂度方面 虽然Selftension机制 能够去提升 然后模型的一个推理性能 但是 然后它 但是Selftension机制 对于输入序列 然后具有一个 就是计算平方 计算平方复杂度 然后这样一个关系 也就意味着 随着序列的 长度的一个增加 会导致训练的 会导致 就是推理的计算成本 然后会成平方增长 然后这是计算复杂度方面 那么内存占用 Transformer架构的话 在推理过程中 然后它是需要 需要大量内存 来去载入模型的参数 然后以及计算过程中的 然后中间状态 这样的话 就会导致模型 然后在推理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显存 在并行方面的话 然后它在生成token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self 就是自回归 然后这样一个模型 会生成token 然后必须是一个串形 然后一个一个来生成 这样的话 也就极大的会影响到 Transformer架构的 一个推理性能 那么针对这三个方面 从理论上层面上 咱们可以考虑 从这几个角度来去解决 就第一 如何降低它的一个复杂度 这里面会涉及到 模型架构方面的 然后一个因素 那么就可能是需要 找到更优的 然后一些模型架构 来去提升 去降低它的一个 计算复杂度 然后第二个方面 它对内存 它对显存 然后消耗比较多 那么就需要想办法 来去降低 然后它对显存的 一个消耗 就比如说 采用更优的一些 模型架构 然后或者说是采用像量化 然后这种技术 来去降低 然后对显存的 然后一个使用 然后右侧的 就是Cliable Diffusion 然后这样一个架构 它的一个核心 是基于Unit 基于Unit 然后这样一个模型 就是中间 然后这一部分 那么这个模型的话 然后它是通过 第一个迭代过程 不断地 然后将随机噪音 然后去转化成像图片 或音视频 然后相关的一个内容 那么它在这个过程中 不论是对于 像计算复杂度 还是显存的 然后一个占用 然后同样 然后也是会很高 它的一个优化方法 像和刚才提到的 对于Transformer架构的 一个优化方法 从理想来看 是基本上是类似的 从模型角度来看 从模型角度 咱们刚才分析了 就是对于推理性能优化 然后面临的那些关键问题 和一些解决方案 那么接下来 然后咱们看生产 实践环境中 然后再对于推理性能 然后会遇到哪些 就是问题 然后以及的一些解决方案 在生产环境中 部署模型 一般都会 就比如说 对于大语言模型 通常会采用 像VLM TGI Triton Inferent Solver 然后这些推理引擎 来去部署 而对于像 Stable Diffusion 然后这样一些模型的话 通常会采用 像Conf UI SD Web UI 然后这些的推理引擎 来去部署 虽然 推理引擎 然后不一样 但是它们 核心要解决的问题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对于外部请求 然后是如何处理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对于模型的 然后一个管理 就比如说 加载 然后卸载 然后执行推理 执行模型请求 然后这些操作 那么接下来的话 咱们就以 Triton Inferent Solver 然后为例 来去分析 然后整个过程的 然后一个性能瓶颈 然后以及可以采用的方案 这里面 可以整体分成 是上下两部分来看 然后上面当请求过来的时候 它会经过这个Sover 然后这个Sover的话 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通用的一个Sover 来去处理请求 就比如说 要做一些像限流 然后流量的routine 然后相关的一些操作 然后由Sover 会把请求打到 背后的backend 然后这个backend 然后是要去执行 对应的一些推理请求 那么这个backend的话 通常会执行这些操作 加载模型 然后可选的 然后对模型 进行一些warm-up 然后相关的一些操作 然后接下来 只要执行模型的推理请求 然后最后 然后返回结果 这是整个一个链路 那么在整个链路过程中 有哪些因素 会影响到推理性能呢 就第一 当请求过来的时候 那么这些请求 它不是单个请求 通常是并发的一些请求 那么Sover 是如何来处理 这些并发请求 是一个一个 然后去串行调用 后面的一个backend的处理 还是说采用一些 像backing技术 来去批量的 来处理这些技术 提升整体一个囤突 那么这是Sover 然后这一层 它需要面临的这些问题 然后通过解决 就是请求的一个 就backing化 来去提升 整体的一个推理性能 然后当请求过来的时候 然后它又需要 由背后的这些backend 来去执行具体的 一个推理性 就是推理请求 那么在这里面 载入模型的时候 它在这里面 就可以采用一些技术 就刚才提到的 就是就刚才提到 模型优化的一些技术 就比如说 采用一些像量化 然后或者说 模型架构的一些优化 然后等等 相关于一个技术 来在这一层 载入模型的时候 然后对模型 然后做一些优化 那么这里面 就比如说 就可以采用像Tensor RT 或Tensor RT LM 然后这类工具 来对模型格式 然后做一些转换 然后针对特定的一个硬件 来做性能的 然后一个优化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模型虽然加载进来了 但是如果说大家 这时候然后发送请求 会发现首次请求 它的性能 现在来说就会比较低 那么这里面的话 就会涉及到 对模型要进行一些 warm-up操作 因为模型刚加载进来的时候 像GPU的一个性能 并没有达到 然后一个最高的 然后一个程度 然后同时 然后在模型 然后执行过程中 然后它有一些 像缓存的或依赖的一些数据 然后还没有被加载到 GPU的显存里面 就会导致 然后对首个请求处理 相信来说会比较慢 那么这时候的话 就需要采用一些像 像过MAP 然后一些技术来去提升 然后对模型的 再去提升 然后就是模型的 然后一个推理性能 然后再往后 然后再进行模型处理的 在执行请求处理的时候 会有两种方式可以考虑 一种的话是对于同样 对相同的一个请求 那么可以对这些 相同请求的一个结果 然后做Cache 来避免一些重复计算 同时然后越来越多的 然后大家可以会发现 然后就是并发传过来请求 然后他们的就是prefix 然后可能是比较相近的 那么这里面的话 就可以在模型处理过程中 然后采用一些 像prefix decoding 然后这些技术 来去降低一些 就是重复计算 那么也可以是 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来去提升 然后整体的一个推理性能 这是从工程角度来去看 就是对于 就是推理请求 然后整体一个 生命周期过程中 然后他遇到的一些 可能遇到的一些性能问题 然后以及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 这里面忘提了一点 就是在载入模型的时候 然后大家也就知道 模型然后通常会 会放在远端的对象存储 或者说是文件存储里面 那么在载入模型的时候 模型通常体积的会特别大 就比如说几十G 然后这样一个大小 那么在拉取模型 这个环节的 在载入模型 这个环节 就会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到推理性能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也是在生长环境中 来提供模型推理服务 然后最痛的 然后一个点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可以采用一些 像存储访问加速 然后这种技术 来去解决 虽然就像最新发布的 K8S1.31 然后推出了一个特性 是把OC 然后是作为Volume 来对待 但是这样一个特性的话 相当于是把模型 把它存储在 把它存储在镜像里面 那如果说是 像这个特性成熟了 后续 然后再加在模型 这个场景下面的话 然后咱们也可以采用 一些通用的 镜像加速的一些方案 就比如说镜像缓存 然后或者说镜像的加载 然后等等这些方案 来去提升 然后加载模型 这样一个性能 好 说了这么多 然后这张表格 是把刚才描述的 口头描述的 然后这些性能推理方案 然后把它整理成 然后表格的方式 来做一个整理 来做一个分享 这里面的话 然后再偶尔再补充 刚才没提到的 就比如说在一些 大卡的一些机器上面 或多卡的一些机器上面 GPU通常是不能被充分利用 那么就可以考虑 像部署 然后多个model instance 然后这种方式 来去提升整体 来去部署 然后多个模型实力 去提升整体的 然后一个囤图 那么这个过程中 也可以考虑一些 像GPU虚拟化技术 来去部署 然后多个模型 然后下面的话 刚才还没有提到一点 就是它是compare 它是compare的话 是PyTouch 2.0 然后推出的一个特性 然后是用来优化 就是Cuda Graph 来去提升 然后模型的 然后一个推理性能 现在模型的体积 会越来越大 那在这种情况下面 分布式推理 然后越来越多的 会成为一种常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可以去考虑 像分布式KV 分布式KV 存储来去提升 然后分布式推理的 然后一个推理性能 接下来的话 然后会邀请钱磊 然后会针对 存储访问加速 然后这个在生产环境中 影响最大的一个环节 来去分析 然后那个相应的 一个解决方案 和我们在生产实践 然后得到了一些结论 好 欢迎钱磊 好 谢谢一飞 那前面一飞讲的 其实加速那块 很多都是偏理论性的 那我们作为Infra这一层 要做的东西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很多都是AI的工程师 他们在做 那我们这一边能做的 那我们在实践的 可能在存储访问加速这块 会比较多一点 我们可以以一个具体的案例 来讲一下 这个东西是什么问题 以及怎么解决 那我们碰到的一个客户场景是 它其实在业务中是跑 Stable Diffusion Pod的 就Web UI那块 就文身图那块 然后它是以Serverless Pod的方式 去启动 这里面先介绍一下 什么是Stable Diffusion 以及什么是Serverless Pod 那Stable Diffusion是一个 一个业务模型架构吧 对 然后它主要是 用户可以输入文本 然后可以输出图片 这个是一个最近比较流行的 AIGC的一个方向 那Serverless Pod 它本质上是说 我不需要在集群里面 去管理节点 我只需要去创建Pod 那这些Pod会调度到集群中 一个叫Virtual Node的 一个节点上面去 然后我们去帮客户 把底下的资源管理起来 用户不需要感知节点那个东西 那对业务来说 它只需要去关心自己的Pod 就可以 它不需要关心节点 CPU 网络 这些都统统不用关心 我们把它cover掉 然后在这个业务场景下 用户碰到的一个 很显著的问题 就是它的弹性速度特别慢 这个是因为 在业务流量来临的时候 业务可能会需要去拉起 大量的Stable Diffusion的Pod 那在拉的过程中 慢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两个地方 一个是镜像拉取比较慢 第二个是Stable Diffusion 它在启动的时候 要读取一个叫底模 就基础模型 那个模型会比较大 所以整个过程也会比较慢 然后我们对整一个过程 可以做一个拆分 就在弹性的整个过程里面 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业务高峰来临 流量进来了 那我们发现它的指标会增长 那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 会触发HPA去做扩容 然后HPA创建了新的Pod 会调度到新的这个节点上面去 然后节点上的Cublet 会尝试去把Pod拉起来 然后进入第三个阶段 Pod起来以后呢 就业务开始启动 那以这个场景为例 就是Stable Diffusion 它已经开始跑起来了 那它在启动的时候 会尝试去读一下这个底模 然后读取完以后 它会对外提供一个 暴露一个端口 对外提供服务 那最终它开始 就是Ready 对外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个服务 然后在整一个四个阶段里面 我图中已经飙红了 其实两个部分是比较耗时的 第一个是Cublet 在拉取容器镜像 这个部分是比较耗时 另外一部分是Stable Diffusion 读取这个基础模型 然后针对这两个问题 我们有两个解法 第一个针对拉取镜像慢的 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 镜像缓存的能力 所谓的镜像缓存 就是我们可以在 Serverless Pod的这个数据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存储的 这个镜像上面 对把它先缓存到 我们的这个数据盘上 然后在下一次 拉取同样的镜像的时候 我们就不需要再去 从远端的镜像仓库去拉取 可以直接从我们 存储的缓存里面 快速恢复回来 那通过这种能力 我们在Serverless Pod的这个场景下 这个拉镜像的耗时 就基本上就可以免去了 那不管你的镜像是10个距 还是100个距 那启动的速度 大概都可以在秒几左右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针对读取模型 慢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采用了 社区的这个Fluid 加Glaxio的这个方案 来解决 然后Glaxio Fluid其实是社区里面 已经有的一个方案 它针对数据集 做了一个抽象 它这里面 提出了两个概念 一个叫dataset 就是数据集 另外一个叫runtime 就是存储运行时 那抽出这两个概念以后 深圳的用户 它其实并不需要关心 底下的存储是什么 它只要需要关心这个dataset 是什么就可以了 那底下的存储runtime 它可以去关心数据的存储 以及加速 那这样一来 这个业务的使用方 和这个底层的运维 就可以解我开来 用户只关心自己的数据集 和内容 不需要关心存储速度 那一块的东西 然后运维方 它可以去关心 底下的存储 加速runtime的具体实现 然后Fluid 它还很好的 去可以把这个数据集 做一个编排 然后它也 非常的有扩展性 它有一套interface 能支持多种 不同的存储runtime 对接进来 那社区里面 其实已经有了 比较成熟的Aclatio 还有JuiceFS 以及厂商自己的 一些runtime 然后因为那个Fluid 它也是CNCF的 一个centerbox开源项目 我们对这种开源项目 也比较有青睐 然后引入这套方式以后 那用户原来使用这个 数据的方式 就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原来用户的 它的模型 可能存储在远端的 这个对象存储 或者文件存储里面 它通过CSI去访问这些 那全部走网络过来 那使用了这套方式以后 Fluid它自己会创建一个PVC 然后用户 对用户来说 它只要挂载这个PVC 即可使用姿势上 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对 然后这里面展示了 我们整一个部署的方式 那这里面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Fluid相关的组件 另外一个是Aclatio相关的组件 那针对Fluid的组件来说 它分为Webhook 还有Controller这些控制面的东西 那我们一般就直接复用EU的节点 把它跑在虚极的节点上就可以了 然后针对Aclatio来说 它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Must和Worker 那Must就是Aclatio里面 这个缓存机群里面 它主要做控制管理的 对 它会控制原数据的分发 以及你这个数据 到底调度到哪个Worker去读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Worker呢 它主要是去从远端的存储去读数据 并且下发到EU的这个应用上面去 然后针对Must的Pod 我们的部署使用了ServilessPod的方式去部署 为什么要这么部呢 因为我们考虑到 如果它只是部署在普通的节点上面去 那如果节点发生了一些抖动 比如说异常的当机不可用 那它可能会影响整一个机群内部的 这个缓存机群的可用性 那如果我们以Serviless去部署 那这一块的运维 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去cover掉 用户就不需要关心 那在可靠性上面 会比用户自己去触碰这部分的内容要更高 然后针对Aclatio的Worker的Pod 那其实两种方式都是能支持的 一种是复用EU的节点 跑在EU的Node上面 那这种方式部署方式 主要是从成本角度和可使用率角度来看 因为针对GPU的这个节点来说 很多客户他们自己GPU节点上的本地盘或者内存 其实非常的冗余 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到 使用率会比较低 那如果跑在这些节点上面 我们去复用它的这个内存 然后复用它的本地盘的这个空余的资盘 那对用户来说是一个利就 省成本的一个方案 当然用户他也完全可以使用 ServerlessPod去部署 那在这种部署下面 他可以做到一个资源的隔离 这是我节点上的东西 和这个分布式缓存 Aclatio的这个东西 就可以不用太干扰 就节点挂了 也不会影响到我真正的这个在用 所以在这两种部署方式都是各有利弊 然后我们之所以选用Aclatio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点是 它有非常好的 第一个是弹性能力 第二个是它的这个预热能力 那弹性能力其实是Fluid提供的 它可以由用户自己去指定这个数据的副本数 以及它这个Aclatio Worker和MasterPod的这个数量 那在我们当我们流量起来需要性能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手动去调整这个Fluid Dataset 和它的Runtime的这个Spec 让更多的Pod Aclatio WorkerPod去拉起来 那可以整体上去提升这个分布式缓存的这个性能 那如果当我们流量下去以后 我们可以尝试把这个副本数给降下去 那可以省掉一部分的这个成本 所以它这个弹性能力在我们这儿是比较看重的 那第二个能力是Aclatio它有一个预热的能力 那这个预热其实并不是 虽然Fluid它提供了这个能力 但实际上能不能做 还是看底下的存储的Runtime 然后Aclatio它本身的这个预热 其实就非常的吸引我们 那它可以提前把数据从远端的这个比较慢的对象存储 或者是文件系统 文件存储那儿就下载下来 直接先放在集群节点上面去 然后在用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从远端的这个存储上再走网络 再拷贝一份 只要走集群内部的网络就好 那往往大家集群内部中的网络 其实都是非常高速的 那这部分的速度就会非常的高 就可以达到一个加速的效果 对 然后用了这套方案以后 我们整体的这个速度提升 大概有两到接近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提升 那主要还是看Aclatio它Walker的第一个 它Walker的数量 第二个你有没有做预热 这里面我们拿的是Stability Fusion 首次推力的这个耗时 然后我们大概会启用 再摆来个Pod的 对 然后同时去加载同一个 大概接近十个句左右的这个模型 然后在这种量级下面 其实如果你只是用远端的这个 普通的对象存储 或者是文件系统 文件存储 它们一般是扛不太住的 那用了Aclatio加Flu的以后 那它的这个效果大概能提升两到五倍 我觉得这个吸引点还是非常大的 那在后面 我们还需要对这个方案做什么事情呢 那第一个 我们可能会引入更高 更快 更快 更稳定的这个存储Runtime 然后因为Fluid 它提供了一套interface 能支持多种Runtime 存储Runtime去接入 那我们可以考虑 在我们这边会有集成度更好的 这个Runtime去自研出来 第二个 我们可以考虑去集成社区的VTurboIO 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 开源的一个高性能读写模型的一个Python库 那这块可以跟我们整一个Client的端 去做一个集成 然后进一步去提升读取模型的这个速度 然后第三个 我们可以把整套方案做成一个产品化的一个功能 用户不需要去关心 或者部署整一个Fluid加Aclatio 整一个底下的这个部署细节 我们可以一键帮它部署好 你直接在页面上去点点点就能用 然后最后一个 我们可能会需要更大规模的一个验证 因为我们现在验证的规模大概是摆来个POD 大概用的是Stability Fusion 接近10个G左右的这个模型文件 所以在这个场景下面 比如说针对LLM是完全不够看的 所以我们可能还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性能探索 OK 然后刚刚其实提到了存储访问加速这个特性 这个加速能力 包括一飞前面介绍了很多这个加速的能力 那我们仍然会碰到客户就是会问很多的这个问题 那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加速能力以后 我们要怎么选择合适的GPU才能有更好的性能 然后所以这里的这个本质问题是说 我们怎么衡量一个推理服务的这个性能是怎样的 那这里面可以在我们的场景下会衍生出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已经明确说我要使用某一个模型了 那我怎么去选择合适的GPU卡型来 因为现在卡都比较紧张 特别是云上 你不提前跟厂商打好招呼 可能没有办法预留 第二个是说我没有我不知道要用哪个模型 但是呢我手头上已经有一部分确定的GPU机型了 我应该选择哪个模型能够去更好的去达到一个对外的吞吐效果 然后第三个是说我这边有模型有GPU的 你能不能推荐我一个部署方案 让我的这个性能更好 其实这三个问题本质上就归总为一个 就是我们在确定的这个模型或者GPU下面 怎么去做一个更优化的一个部署 那我们这里面的想法是 第一个提供一个统一的性能评测工具 第二个是基于这个性能评测工具 能够推出一个部署的这个配置 那其实社区里面包括很多开源理论学术上 其实都已经有非常多的这个性能评测的相关的工具了 比如说Triton社区 他们就有一些analyzer perf这样的工具 然后或者是理论上面 他们会根据GPU的规格 一些很多的这种参数 以及模型的结构参数来推算说 你这个大概的吞吐是怎么样子 但是我们觉得在实际的生产中 光靠理论或者是单一的这个测试工具 去做这性能的评测还是不太够的 因为我们对接的客户会比较多 他们会使用各种不同这个框架来做这种测试 所以我们就想做一个统一的评测工具 OK 那这里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三个问题 都是最终都会归类为 就是我想要一个指定的SLO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部署配置 要用什么样的GPU 那要做这个性能评测工具 那其实我们就要从指标来入手 这里指标我们大概分为了两类 第一个是系统指标 第二个是服务指标 所谓的系统指标就是你在节点上面能观测到的一些GPU 或者CPU的一些负载 以及它是不是计算密集型的 然后服务指标是指我们整一个推理服务 它自身的一些性能指标 比如说我们非常关注的E2E的性能指标 就是你一个服务部署完以后 那从client的发起请求到他最终能收到这个请求 他到底的这个延迟吞吐是什么样子的 那针对LM来说 他可能会关注TTFT还有TPOT这两个指标 就是首token 第一个token产生的这个延迟 以及之后每一个token产生的这个延迟 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然后第二个比较重点关注的是 我整一个推理服务部署起来以后 它的这个吞吐大概是一个什么量级 我能扛住多少用户多少并发来访问 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比较难回答 因为现在影响到LM推理的这个因素会非常的多 比如说你的模型 你的卡型 你的网络 你的存储 甚至你的这个推理引擎都非常的相关 我们很难去做一个回答 所以我们想用开发一个这么一个评测工具 那它可以先定义好一个这个测试目标 比如说我想测诊一个推理服务当前的最大的吞吐 然后我们去指定一些这些推理服务 它的部署方式 部署后端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VLM去部署 也可以去使用Hugging Face的TGI去部署 那然后在这些部署方式里面 我们可以集成不同的测试的参数 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指定一下它的这个测试的场景 比如说我们总共要设置多少个请求 然后提前预热要多少请求 然后它的这个到达就发送的速率是怎么样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去把整一个把多个这个测试和这个这个bankend 就是推理框架也好 参数也好 我们都去摸一遍 大概就能摸出来这个什么样的参数 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吞吐效果 那这里面这张图它其实只是我们内部的简单的一个示意 那我们用户会通过K8的CRD或者是OpenAPI去下发这个配置 然后交给Analyzer Analyzer呢会将这种具体的执行的动作交给Runner Runner再会将请求发送到背后的这些推理服务上面去 然后最终的输出也会分为两类 一类是文本类的输出 方便之后去做程序化的这个解读 以及跟工作流去做一个对接 另外一个是可以供人类比较直观的看的一些图表 那这里面只是一些示意 我只是想跟大家解释 我们大概会有这么两类的输出 能够方便后面去做进一步的扩展 那刚刚介绍完了这个加速以及性能测试以后 我们可以把整一个工作给它串联起来 然后有左侧的性能的评测工具 他们去做这个具体的性能测试 以及结果的输出 然后存储到配置库里面 然后由某一个部署服务 去从配置库里面读取某一个配置 然后在K8里面去把配率服务给它一键拉起来 那在拉的过程中 它也可以去指定某一些特性的开关 比如说是否要启用量化 是否要启用某一些模型优化 或者存储访问加速这样的特性 然后根据不同的应用去给它拉起来 那中间的这个部署服务 它其实可以有很多的第三方的工具来做 因为K8上它已经不缺这种部署的这个能力 比如说Argo CD或者说我们自研的一些CICD 我觉得都是OK的 那大概这样整个流程下来以后 对于我们基础设施来说 整一个流程就能比较好的跑起来 也能比较好的去回答客户的一些 关于性能选择 性能加速的上面的一些问题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演讲的所有的内容 然后这里是一个我们产品的一个 用户套件的一个用户群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 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沟通 我们在楼下展台也有展位 可以去找CoopersWolf的这个展位 我们可以在线下来做进一步的沟通 谢谢 OK 你好 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LSIO跟后端存储 那个性能提升那个问题 这个什么 对对对 就是因为是用NAS嘛 所以我想知道就是说 NAS的基础性能大概是多少 能够说这个数据 当时基础数据大概是700MB大币左右 这个是整一个带宽 就是在因为NAS它的速度是跟容量相关的 然后在大概容量2T的左右 它的速度是可以达到700MB大币 然后我们以这个作为基础性能来做评测 这个是一个NAS集群提供的性能 大概是怎样 对是的 OK谢谢 那它IO大小有那个吗 就是从NAS上有看到吗 这个我们倒没有特别的关注到 你应该是指的是那个IOPS那块 就IO size 因为你们这个模型读取应该是个大文件 对当时模型大概是接近7到10个距左右 OK我们当时并没有关注到这一块 我们只关注到贷款左右 OK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 我们在实际业务部署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一些硬件的故障啊 或者是说你的那个请求多了 你需要动态去扩缩容 这块和刚才你讲的那个 服务部署的那个框架 那个流程是怎么结合的 或者就是说你们现在能做到的那个 就是故障恢复或者扩缩容这块的 这个大概实现到一个什么样程度的一个 OK这个我稍微解答一下 大概是两部分 第一个那个故障恢复和自愈这个能力 我们其实在产品中其实是已经有的 那我们会检测ECS 或者说虚击的一些故障信号 然后出现这些信号以后 由K8去把这个节点去封锁下线 或者说去做一些重启 那尝试去做自愈 那如果仍然没有办法自愈 那这个节点就会给大家封锁掉 避免去影响到 比如说你的训练的整个任务 然后这一块跟刚刚说的工作流的这个结合 但暂时还没有那个探索到 但是我觉得你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想法 我们后面可以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探索 好 因为现在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如果还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